老夫人騎機車經過路口 沒想到她的右方一台休旅車也直行 來不及煞車直接撞了上去 連人帶車拖行好幾公尺 消失在鏡頭中 你這樣車 這樣算得到 我有拖一分拖得很長的 拖得很長的 拖得很長的 幾秒鐘過後機車起火燃燒 還能看見濃濃黑煙 地點在榆林陡南 中心路跟中長街口 74歲嬸性老夫人平常在市場賣菜 早上8點多在住處附近 疑似闖紅燈命喪輪下 鏡頭轉到一來 一輛黑色轎車高速衝撞地上招牌 開上路面提防後失控側滑 車尾朝下車頭朝上 狼狽摔進稻田裡 見起不小水花 跟在半空中 彈了一下才落地 這驚悚一摔發出的聲響 不及民眾都跑過來關心 台中也有驚險車禍 騎士跟在公車後方切換到外側 卻沒注意到前方一台休旅車正在倒車 騎士高速切出來 來不及閃擦撞重摔倒地 幸好後頭閃得快 否則情況更慘 不小心輾過非死即傷 界中部綜合報導 我是陳怡榮 播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喔